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斷面 乾淨的不得了啊 大家好我是賽先生科學工廠的Kevin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最近做的一個有趣的東西 大家可以自己DIY做看看 那先說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之前有一個案子 我需要切割非常大量的保麗龍 切割保麗龍的時候 大家想到的都會是這個 叫做保麗龍切割器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切割保麗龍非常的慢 你看你按了之後它線會變熱 變熱之後我就要等它熱了之後 就會開始切割這個保麗龍有沒有 然後你看大概這個10公分的距離 它就要 哇今天影片可能會特別的長 好的 它就可以這樣子切割一個保麗龍下來 那它的問題就是 它切割的時間比較長之外 它很難切割一個直線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可以切割的範圍只有在這個半徑內 如果你的保麗龍是要切割一個很大的 在中間的一圓形 你就從外面一直切切切切切切進去 它頂到了就沒辦法再往前了有沒有 當然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它的半徑上 你的動作上會很有限制 可以切割的範圍也有限制 時間上也沒有辦法很快 那剛才說到它沒有辦法切個很直的直線嘛 那我就用小刀切就好啦 大家如果常常用小刀切保麗龍的人 就知道我現在切一塊給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用小刀一切 你就會得到一個破碎的保麗龍 都是保麗龍的渣渣 而且啊你這個刀子沒辦法切弧形啊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弧形的要切 哇那你有著切了 大概就會形成這樣子一個 把你家弄得很恐怖很恐怖的一個事情 我那個時候就在想啊 如果你人比較中二你就會想 就是你打遊戲的時候 你的武器就會隨著你的等級升高之後 就會可以附加一些屬性 有一些呼吸也可以增加屬性 那所以我當時就在想 我想要把這個刀啊 增加一個陰波屬性 所以我就拿了一個叫做 小米牙刷 因為他說啊它可以像陰波一樣的震動 讓這個刀結合了陰波的屬性 然後讓它高速的震動之後 搞不好切保麗龍會非常的厲害 那它中間是一根鐵的軸心 它插了一個牙刷嘛 然後把那個牙刷把它拔掉 然後想說把刀片綁在上面 那這個部分就很危險喔 它如果我用橡皮筋綁或用繩子綁 它只要一震動到時候把線切斷 那整個刀片不知道飛去哪裡 所以我找了一個東西叫做 智能黏土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可以反覆使用的塑膠 它裡面就是有點像塑膠粒一樣 然後你加到熱水裡面之後呢 它就會變軟 軟了之後就可以把它黏上去 黏上去之後它就會變硬 有點像AV膠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它加到熱水之後 它又可以變軟 又可以把它拿掉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那好處就是啊 我開了之後呢 這個刀片會進行一個非常高速的一個震動 然後它就可以讓我在切割保麗龍的時候呢 它的刀子不會被夾到 就不會有這樣子破碎的一個面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的刀子開了之後 我只要輕輕的滑過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斷面 乾淨的不得了啊 而且大家看這個速度 我還沒加速 如果要加速的話就是這樣子 你看它整個的速度可以比保麗龍切割器快非常多 而且它可以切得非常直 我把直尺架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切出一個非常非常直的一個線 但是這不是它最厲害的地方 它最厲害的地方在於說 它可以自由的切割你要的曲線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建築系的學生 想要用保麗龍做等高線 有沒有 你可以自由的切割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曲面 更厲害的事情來了 如果你今天是要把你的保麗龍削薄片 那其實在工業上啊 有一種刀 會附上了另外一種附屬性 叫做超音波 超音波刀的用途是什麼呢 它就是如果你要切一些很軟的東西 舉例來說 你是一個大工廠 做出很多蛋糕之後 然後你要把它切割 裡面有奶油什麼的 刀子有可能黏的 到處都是整個蛋糕切得爛爛的 那工業上他們就會用超音波刀 這樣子切下去之後 起來 刀子就會變得非常的漂亮 奶油也不太會站在上面 所以我就推測 如果可以的話 搞不好這樣子是會成功的啦 幫大家科普一下 超音波你每秒的頻率 要到達兩萬次以上 那這一個有多少次呢 三萬一千次 但是它是五分鐘 所以你會聽得到聲音 它沒有到超音波 它只是一個音波牙刷 但是切割保麗龍應該是戳戳有餘 然後呢 既然剛才有說到切蛋糕 所以我們找了一個小小的馬卡龍型的 這叫台式馬卡龍 它就很難切啦 但是如果你要在家裡切這個 分給你的小朋友吃 小朋友一定會被氣死的 我希望其他刀子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過生日 你想要把它切一半 跟你的朋友分享的話 它整個切起來就會貓掉 扁掉 破碎掉 那 如果你不是用這個切的話 我示範一下 進波刀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你就把它靠上去 斷面秀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音波刀可以做到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不過做事情它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但相對這個還算安全 你只要這裡連結的部分是很堅固的話 那它還算安全 但是不管怎樣你在家裡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都一定還是要小心安全 然後推薦給大家 只要不到1000塊 你就可以自己DIY做成了一個音波刀 推薦給大家 謝謝